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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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我的名片 綜藝天王吳宗憲 5月18號就要到高雄開場 演唱會門票已經完售 但為了粉絲決定家場 只有一半的票 對… 另外一半已經是海外僑胞 已經包場了 柬埔站的好朋友 然後他們包了六千張票 憲哥日前曾喊話 要藍綠大和解到底用什麼方法 演唱陳其邁曾唱過的《紅豆》 但怎麼下一句好像不是同一首歌啊 聽出來了嗎 聽出來了嗎 憲哥竟然把《紅豆》和高手市長韓國瑜的競選歌 夜席混音變成同一首歌 實在有夠鬧連自己都唱笑場 不過被問到歐陽娜娜中國人的敏感話題 憲哥很小心 第一次落地中國大陸是在福州嘛 我在那裡工作到今年 總共三十一年各位 所以這一切沒有問題 就怕模糊焦點 只說演唱會想說的 夜席加《紅豆》Remix版 恐怕只有吳雄憲搞得定 三選網上會有一個相談報導 三選網上會有一個相談報導 小寶寺